你 你昨晚可都答应我了 你可不能背信弃义啊 你干嘛 要不你喂我一口吧 差不多得了 一朵九爪帘能伤成什么样 想当年你不是脚踏九头蛇 全断大鹏鸟吗 至于这么脆弱吗 我什么时候这么有梦啊 岁数打了脑子不好使 盛果 诸位一个 谁让你站这儿了 我可没请你 你是来找我的吗 商天起的九爪帘 出自长渊殿东池 与古军无关 之前是我疏忽了 来向你赔个布施 你们长渊殿道歉就这么个态度 受伤的郑主可是我 接不接受有你 天起真神 大人有大量 九爪帘的事就让他翻篇吧 以后都没要再提了 来 也罢 此事事小 本尊也不甚在意 反正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那就是在这一个月内 和上古一起 训练他的爱徒古军 若真如此 古军必输 你凭什么觉得古军必输 上古 咱们争口气 一个月之后 让这臭冰块 暗渊之井 本尊愿意借出暗渊之井 祝古军晋升神君 我不信 你会这么好些 这是本尊 为了古军冲破寒脉而炼成的丹药 你什么时候练的 你怎么知道古军天生寒脉 你不是盼着他输吗 上古跟着本尊修行 古军的事自然也是我们成渊殿的事 上古 咱们有点稚气 不就是丹药吗 我帮你练 掺了酒的丹药 谁敢服 本尊发誓 一个月内滴酒不沉 谁信 你 来 上古 那我替古军 谢过白酒真神 不信 上古 我那还有别的 先丹法器护甲美酒 我那儿一营俱全 就不劳费他人操心了 你不是不喜欢古军吗 干嘛突然大发慈悲 想抢人哪 今日子时 朝圣殿 我将秘境钥匙给你 上古 你昨晚可都答应我了 你可不能背信弃义啊 你干嘛 你们俩闹够了没有 天启 暗冤之境 确实是最适合古军修炼的 是 行了 不用解释了 我不想听 今晚此时 不见不散 等等 那日缔结战约 只说过 若是古军落败 我将即可前往九右 但却没有说 若是古军胜了 我该怎么办